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呢要来教大家 如何在iPhone上面写一个捷径 让它可以一键打开 或者是关闭WiFi跟蓝牙 那我们今天写的这个捷径呢 非常的简单 那写完之后呢 只要按一下这个开关 那它就会自动关闭蓝牙跟WiFi了 那今天的教学呢 我一样会在萤幕上面 贴上简体版本的画面 因为简体跟繁体的用字 有一点不一样 像是繁体的这个捷径呢 它的简体的名称就叫做快捷指令 那英文就是shortcut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捷径打开 打开之后呢 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这边 点进来之后呢 按加入动作 然后这边按一下 右上角的这个工序指令 然后简体叫做脚本 点进去 点进来之后呢 在这个装置 这边有一栏叫做装置 这边有一个选项叫做设定蓝牙 点一下这个设定蓝牙 这边让它停留在这个开启的状态 然后再按一次这个加号 然后这一次呢 我们一样是打开这个工序指令嘛 然后往下滑 去找到设定Wi-Fi 这边有一个设定Wi-Fi 点进去 然后一样让它停留在这个开启的状态 这样子就写完了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三个点点 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按一下右边的这个图示 然后去把它改成你想要的图案 或者是等一下 如果你想要换成自己设计的图示的话 也可以 然后按一下右边的完成 在捷径名称这边呢 你就打上你想要显示在桌面的名称 打完之后呢 我们把它全选 然后拷贝起来 然后接着按加入主画面 那这个部分如果你是简体的话 这个选项叫做添加到主屏幕 点进去 然后在这边呢 你就可以去新增你自己设计的图示 你就按这个选择照片 那像这个ON的图示 就是我刚才自己随便设计的 那如果你想要取得这个图示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区跟我讲 然后在这个名称的栏位呢 我们就直接贴上名称 然后再按右上角的加入 这样子它就加到你的主画面了 加入桌面之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边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 然后这个是它原本自己的图示 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捷径里面 捷径这边呢 记得要按右上角的完成 然后呢我们再按一次加号 这次呢我们来设计 关闭WiFi跟蓝牙的捷径 那这边要注意一下 你不能偷懒 直接去把我们刚才设计的那个 把它改成关闭的 因为你这个捷径一定要储存在这边 它才能正确的执行你的步骤 所以你一定要重新写一个捷径 就是把打开跟关闭分开 然后按加入动作 一样呢你去按这个工序指令 然后简体的话它叫做脚本 然后去下面找到WiFi跟蓝牙 设定蓝牙 然后这边呢开启你把它改成关闭 你就按一下它就会改变了 然后我们再来新增WiFi 设定WiFi 这边 然后一样把这个开启改成关闭 这样子就写完了 然后一样按一下右上角三个点点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设计它的图像 也就是说我随便选一个 或者是你想要用自己设计的话 你要再加入主画面里面去增加 但是现在我们这边先新增它的名称 一样呢写完之后把它全选 然后拷贝 接着呢按这个加入主画面 然后如果你是自己设计的话呢 你就按这个图像 你就可以把它改成你自己想要的图片了 然后在名称这边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删掉 然后贴上 接着按右上角的加入 然后再按完成 然后再按一次完成 然后我们回到桌面来看一下呢 它这样子就新增完成了 我们现在来测试看看 现在我两个都是关闭的 然后我按一下这个打开Wi-Fi蓝牙 执行结束之后呢 它就打开了 然后我们再按一次这个关闭Wi-Fi蓝牙 然后这样就关闭了 那今天这个Wi-Fi蓝牙开启 跟关闭的教学算是非常简单的 那你也可以搭配一些其他自动化的设定 那如果你有想到一些其他搭配的方式 或者是想要学的教学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非常简单的捷径教学 就到这边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